中小型经济振兴配套四大重点 欢迎收看4月6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20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兵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破纪录236人出院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31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3793人 新增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62人 不过也有236人治愈 创单日新高 累计出院达1241人 柔佛学子有援助金 柔佛大学生看过来 柔佛政府决定派发援助金 给因行动管制令而滞留在各地的柔佛学子 新马的学子可获得200令吉援助金 东马的学子可获得300令吉援助金 申请者必须就读柔佛高等学府 并在4月9号前上网申请 中小型经济振兴配套四大重点 首相今天宣布了 中小型经济振兴配套 新闻最正点整理了四大重点 第一 138亿令吉补贴员工薪水 第二 3000令吉补贴微型中小企业 第三 微型企业能申请1万贷款 没有利息 第四 外劳人投税减免25% 更多详细内容 欢迎扫描二维码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国际组主播 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 国际新闻 苹果捐2000万口罩 苹果除了生产手机 现在也生产面罩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员库克表示 他们目前已经捐出了2000万个口罩 并计划每个星期设计和生产100万个防护面罩 他也表示 公司的第一批货物已经获得了医生的正面反馈 最能生母亲迎接第22个孩子 面对经济压力有的人不敢生孩子 但这一个母亲却破天荒生了22个 英国最大的家庭迎接了他们的第22个孩子 是一个女儿 有趣的是 他们的性别非常平等 共11个男孩和11个女孩 这一次能够顺利在新冠疫情下诞下孩子 让他松了口气 英女王喊话 好日子 江重临 即将踏入94岁的英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一生中很少发表特别演说 但这次面对新冠肺炎 她决定拍摄影片 为英国人民加油打气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英女王说了什么 在这个长达四分钟的影片里面 英女王提到 这次的防疫措施 让许多人要和亲友分离 这让她想起她在二战时期的经历 但她也表示 无论是以前或者是现在 她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这是正确的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英女王所说的好日子的归来 在这里祝福大家 网络上最近流传一个段子 我想念念其中一部分给大家听 一场疫情 全民成了厨子 医护成了战士 老师成了主播 家长成了班主任 这个段子真的是直击人心 像我之前从来不煮东西的 现在也被逼学煮一些简单的食物 环境逼着我们成长 希望你能够顺应这个时代的改变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热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冰宴 祝你一切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启点赞 订阅